如果你在街上遇到一個島地昏迷不醒、心臟停頓的路人,你會 第一,報警,第二,報警,然後立即為他施予心外壓急救 第三,立即施予心外壓急救,就叫其他路人幫忙報警 第四,在旁邊張羅,看看可以做些什麼,譬如為他單把傘 第五,圍觀,第六,影相 我們從小被教導不能見死不救,大世界變了,人心也變了 壞人會利用人性善良作惡,而沒有感恩心的人就會利用法律追究責任 於是,好人越來越難做,大家就索性不多事了 打一下傘,截一下車已經是極限的了,社會已經習慣莫不關心 因為太熱心,隨時會惹禍上身 內地早年有很多碰瓷黨,一個故意撲出馬路的人 只要誰好心下車看看什麼事,就會被他勒索賠償 所以大家都說,開車撞到人千萬不要下車,旁邊的人也千萬不要多事 由於在路上幫助人隨時會捲入無辜的事端,社會開始習慣 見死不救,人性就越來越變得冷漠 大家都說好人難做,救人英雄隨時流血又流淚 於是,201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法總則 就加了一個俗稱好人法第184條規定 因為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的損害,救助人不需要承擔民事責任 這明顯在法律層面鼓勵大家守望相助 這種律法西方叫做好撒馬利亞人法 在德國、加拿大、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美國、日本、韓國等等都有這個法例 令到一些見義勇為的人在做好事時沒有後顧之憂 但是,文明先進的香港竟然沒有這種法律 於是,好像文章開頭所說的例子 大家伸出援手之前會猶疑 如果我多手救了他,他最後死了,會不會入我數呢? 就算我用心外壓將他救醒,但是用力過猛,拆斷了他幾斤肋骨 那他醒了,如果要我賠償醫藥費那怎麼辦呢? 不是說笑,社會上越來越多這些在街上忽然休克 但就無人敢救的例子 當然大部分是不會救,但也有不少是不敢救的 根據日前,6月15日,遺傳聲心律基金會 委託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學做的 院外心臟停頓存活率的研究報告顯示 院外心臟停頓的存活率原來只有1.8% 人的心臟一停,每延遲1分鐘施救,存活率就會下降7-10% 所以對這種忽然倒下的病者,旁邊人的援手是非常重要的救命草 如果連內地都已經有救人不用擔心被問責的法律保障 為什麼我們還不引入這些鼓勵大家伸出援手的好人法 重現社會守望相助的風氣呢? 更遠的推廣就是心外壓等等的急救技能 應該在學校成為必修的課程 例如所有的中學體育課都會教急救、教心外壓 令到救人成為人人督色的技能 再加上法律的保障就會減少因為心臟問題而失去的性命 令大家伸手助人再無後顧之憂 中學的招待